一言阿娇中心童 美国时间本月25日 在洛杉矶举行盛大的婚前派对 目前继续留在美国和老公赖红国 预知蜜月的她 5月28日则在个人社交网站中 上传了一张和老公甜蜜亲吻的结婚照 并留言及艾特老公的账号 祝她生日快乐 而阿娇的好姐妹阿萨也回复留言 为赖先生送上生日的祝福 之后阿娇在微博上也发表了相同的照片 祝贺老公生成 阿娇写道 生日快乐 一直艾特错人 前提是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账号 瞬间引来一万名粉丝留言 大家都对这对新婚夫妇的爱情 给予最美好的祝愿 另外阿娇的另一名好姐妹永祖儿 在最后关头终于拿到美国签证 顺利抵达洛杉矶 出席阿娇的婚前派对 5月28日 永祖儿和经纪人霍文西返回香港 记者在机场见到永祖儿时 她表示是临飞洛杉矶当天才拿到签证 机票是一早订好的 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 所以不忘此行 此外永祖儿还透露 阿娇特别好 从来没有想过要更换伴娘团 阿娇对自己特别有信心 还称即使去不到就悬空那个位置 让伴郎自己一个人心里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